好 主播的后面可以看到呢 在台南雪甲国中举行的 高中男子组排球联赛 因为地震突然发出巨响 吓得大家狂奔逃出场地 好 内中的发球 哎呦 呼呼呼 地震 啊 啊 啊 地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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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南是22号连续发生14个地震 那么晚上8点40分发生 瑞士规模5.4地震 属于极浅层地震 那么台南地震异常频繁 情况相当不寻常 就连民宅当下 大家都是夺门而出 那么还有民众呢 在地震当下抓了人就往外跑 这几天镇央主要都集中在麻豆区 晚上6点45分的时候 麻豆就有规模4.5的地震出现 8点过后 麻豆旁边的家里地区 接连发生地震 最大规模达到5.4 另外还有规模3 规模3.5 规模4.3的三起地震 而这样的地震频繁相当异常 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 所以呢 气象署也特别提醒 那台湾民众要特别留心注意 那么现在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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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